我相信绝大多数人 像我都有一个周游世界的梦想 我也相信 像我绝大多数当中的大多数 最终没能周游世界 人生或许就是这样 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阻挠 也在变换着各种各样的梦想 与你分享林孝杰的文章 其实你可以不必周游世界 昨天和一个朋友聊天 他说他要去听一个讲座 讲座人是他崇拜的人 因为他想到 人生也不过几十年 不如放下工作周游世界写书 我一听到周游世界一词 差点没有喷出自己喜爱的绿豆粥 惊诧 怎么又是周游世界了 我丝毫没有贬低朋友偶像的意思 但最近听说了太多的周游世界 老夫妻卖房周游世界 小年轻辞工作周游世界 某帅哥背着包吃遍世界 这个我羡慕 但不是羡慕他的帅 而是羡慕他的吃 我想说 同学 其实你可以不用周游世界 要是没有发现身边美的能力 跑再远的地方也没有用 交那么多钱 急火车到西藏 排着队进布达拉宫 拿着清朝打炮 对着那些朝圣者咔咔的照相 然后回来说 我受到了心灵的洗礼 受不了北京污浊的空气 领跟哈根达斯月饼还得排队 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在武夷山喝盐茶的时候 一位茶师问我 你是否喝到了盐石的味道 我当时陡然一惊 因为我经常喝茶 却从来没有想过 这茶的味道 是来自于我们天天踩踏的地块和泥土 于是我就胡思乱想起来 这个味道 不知道在地球上 铸藏了多少年 从地块中 经过泥土 经过树根 经过叶脉 经过露水 经过蓝天 经过人的劳动的手 经过布袋 经过火烤的顶 经过烹调的泉水 经过淘制的湖和茶杯 才送入我的口中 触及我的味蕾 经过茶师的提醒 这才惊然醒悟 就这一杯茶的味道 能被我品尝到 大概经历了千亿万年吧 曾经有学生来问我 老师 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我说 吃好 穿好 生活好啊 我现在就生活在我的梦想中 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梦想 和工作生活对立起来 非得卖掉房子 去周游世界 非得辞掉工作 去翻山越岭 非得骂空气污浊 显得自己肺部清洁 其实不用的 我周末和来北京出差的老同学聊天 走在林荫道里 秋风送爽 阳光斑驳 然后又跑去另外一个朋友家里蹭饭 我躺在他客厅的沙发上休息 迷迷糊糊 听到厨房的人在切菜的卡卡声 洗菜的花花声 下锅的滋滋声 聊天叫唤声 在这大城市的黑夜降临时 这样的声音都让人感觉最安全与舒心 不亚于山高崇明 不亚于宗词诵经 老同学来北京出差 本来他可以去其他地方玩 可他却因为这个城市而想你 愿意和你散步 倾听你的言语 朋友本来素不相识 在聚会里偶然遇见 但他却愿意为你做一餐晚饭 我就觉得幸福了 这种幸福无可代替 同学 其实你可以不避周游世界 不一定要找个农场来喂马劈柴 在平时 如果你吃一个三鲜饺子都很开心 能够领略它的味道 饺子就是你的另一个世界 在周末 如果你和朋友一起能放松自己 感受另一种不同生活 那你大概已经周游宇宙 不必依凭什么了 周游世界是人生的锦上添花 但从来不是人生的主旨要义 别人的世界再大 那是别人的荣耀 你的世界再小 那是你的方华 感谢您的陪伴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 三六五读书 收听更多主播音频 我是潮雨 明天见 我喜欢把最好的时光 都丢在路上 我就可以接受更多 那温暖的阳光 不知天上的鸟 是否飞到的南方 不知道水里的雨 又像哪里 我喜欢在黄昏的时候 看着天上的鸟子飞 飞来飞走 只为找寻那些 笨拙的自由 不知明天飞去哪里 会有未知的惊喜 不知道多少的秘密 需要探寻 一个人 把所有的青春 都已丢在路上 一直走 走到陌生的地方 望着天上的云 看着清澈的水 听听陌生的人 讲到的故事 讲到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